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Hi 我是Joyce Man 讓哲學進入經營 建立企業成功基因 我們繼續談矜持哲學第26條熱愛工作 我們進入了社會之後 我們的生活大概就跟工作脫離不了 所以呢 我們既然都跟工作在一起 那我們為什麼不好好的來工作 每一個人其實對待工作的態度是不太一樣的 很多的人是這樣想的 因為他在工作當中找不到所謂的自己 或者樂趣 或者所謂的對工作的一個責任 那為什麼都會沒有 就是因為他不愛這個工作 工作佔了每一個人很大一部分的時間 所以呢 我們當然是要好好的從工作當中 要去得到一些東西 除了所謂的收入 我想這是最基本的 從開始進入這個社會的一個社會新鮮人 什麼都缺乏 甚至剛剛的初創企業也是一樣的 當然我們就在工作上面要開始來學習 我們對於每一件事情 其實如果我們都不喜歡 就拿打球好了 如果你不喜歡打某一種球 你說你會多厲害 我個人認為這是不可能的 工作也是一樣的 你必須要全身心地去跟他在一起 要去付出 要用完美的態度跟精神去看待自己的工作 這樣才有辦法熱愛 因為你覺得工作是你的寶山 你才會真正地想去挖掘 那當你全身心地在面對自己的工作的時候 你可能就會得到意想不到的這些成果 因為很多的這個 因為我們每一個人的這個思維跟感受跟精神 事實上一天二十小時都不一樣 但是你如果是真的在工作的時候 你可以百分之百的這個精神灌注在自己的工作上面 你會有很多的啟示 你就會有很多的意想不到的想法出來 身為領導者的 還有就是經營團隊的主管 甚至全體員工 如果都能真正地熱愛自己的工作 我覺得這個公司應該可以逐漸成長 成為大公司的一個企業 所以呢 我們每一個經營者必須要時時刻刻 都要投注在自己的工作上面 我想如果一個企業領導人 他要怎麼讓自己的員工做來工作 這也才是經營企業最終的問題 因為大部分的工作 事實上都是員工在進行 所以我們必須要感染 要讓員工全身心地在工作上面 投注在這個工作上面 第一個當然你不能虧待他 第二個你不能在旁邊看著他做 你要跟著做或者帶領他做 而且你必須要敞開心胸來接納你的員工 他這樣子他才有辦法成為你的粉絲 他才有辦法成為你的追隨者 甚至他才有可能成為你的接班人 所以我希望每一個企業領導人 應該要好好的來帶領員工 好好的來工作 我是Joyce 如果你覺得這個不錯 讓我們下回繼續聊哲學吧